本周旅逊关键词稳健复苏 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近日发布的 《世界旅游情愚表》显示 全球旅游业持续稳健复苏 今年第一季度 全球目的地接待的国际旅客数量 接近1.17亿人次 同比增长182% 其中欧洲地区复苏最快 接待的国际旅客数量 同比增长280% 每周地区同比增长117% 不过相比2019年同期 欧美地区接待的国际旅客数量 分别减少了43%和46% 中东和非洲地区复苏势头 也比较强劲 接待的国际旅客数量 同比分别增长了132%和96% 不过也仅为2019年同期 40%左右的水平 亚太地区复苏最慢 仅为2019年同期7%的水平 不过业内专家对2022年旅游业的 整体复苏依然持乐观态度 全球航空市场步入快速恢复阶段 例如美国国内航线 供需恢复至疫情前的90% 国际航线供需恢复至76% 票价也已经超过了2019和2018年同期 全球邮轮也加速了恢复的步伐 例如全球最大的家族邮轮企业之一 MIC地中海邮轮本周隆重宣布 旗下舰队的19艘邮轮已经全员复航 旗下舰队的19艘邮轮本周隆 旗下舰队的19艘邮轮本周隆